放开那个片子,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做吧片 今天吧的片是豆瓣评分9.7的 瑞科和莫迪第一季第十集 这是邪恶小莫初次登场的一集 他抓了一堆小莫锁起来折磨 还看了我们的主角老睿 这集无意中透露了老睿很多可疑的过往 视频的最后我会提出一个可能的猜测 仅供大家讨论 换完重点开始吧片 为了庆祝老睿回归家庭一周年 莫巴给老睿做了一个超大份煎饼早餐 这时突然出现一道传送门 三个平行老睿奋命前来捉拿老爷 罪名是谋杀其他唯独的老睿 需要带他回去问话 老爷也好奇发生了什么 于是跟他们前往老睿大本营 一同被带来的小莫当然搞不清这里的状况 老爷跟他说明了一下何谓老睿委员会 因为老睿们在宇宙中树敌无数 大部分政府都把他的天才当作威胁 于是有几千个平行宇宙中的老睿们抱团生存 成立了老睿委员会 结束了来到委员会的议事堂 六大委员直奔主题 最近有几十个时间线上的老睿被残忍杀害 有能力干这事的估计也就是老睿了 而所有的老睿里面 你是最不配合我们工作的 所以你是最可疑的 老爷表示你们这群蠢货每次被坑 为什么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我 你们想躲避政府的迫害 结果你们自己成了愚蠢的政府 那作为政府的基本修养 你们指控别人之前先要拿出证据吧 老睿们立马绞了老爷的传送枪 检查传送记录 结果却显示他去过所有谋杀发生的地方 证据确凿少说废话了 六大委员当场给老爷判了刑 老爷只好夺枪逃跑行 带上传送枪一路狂奔 委员会穷罪不舍 这一路经过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比如蛮地都是大屁股的世界 披萨坐着沙发 拿着电话点几份人类来吃的世界 电话坐着披萨 拿着人类点几份沙发来吃的世界 沙发坐着人类 拿着披萨点几份电话来吃的世界 老爷同时打开几个传送门 用障眼法暂时躲开了委员会的追杀 肖默表示这个时候应该赶紧回家 老爷说家里回不去了 现在肯定挤满了调查人员 果然此时的家里已经有一整个调查小组进驻 电话监听 各种手段已经准备就讯 莫妈看到有这么多爸爸在家 自然是热情招待 而所有的老睿都有个共同爱好 那就是调戏莫爸 这可能是莫爸最悲惨的一天 同时被那么多老睿打击的他如坠深渊 在这深渊之中 好在他遇到了傻瓜老睿 这个傻瓜老睿并没有结婚生子 而且保持着吃屎的特殊嗜好 其他老睿都看不起他 嘲讽他 因为同病相连 所以他和莫爸特别聊得来 分享币是简单的快乐 莫爸带他去看了自己收藏的傻乎乎的硬币 这是他平日根本不敢展示的收藏 因为害怕打击和嘲讽 莫爸听完老泪纵横 这才是能跟他完美匹配的老睿啊 老爷在这个沙发坐着人类的世界里调查传送枪 一旁的小莫有点失落 看到其他宇宙里到处都有老睿小莫组合 总觉得自己和老爷的组合并不特别 老爷表示 孩子你不要多想 咱们的关系确实不特别 因为老睿的天才脑电波非常独特容易追踪 而躲避敌人雷达最好的办法 就是待在一个脑电波互补的人身边 如图所示 你的脑电波完美抵消了我的天才脑电波 小莫一脸懵逼 和天才完美对立 这是几个意思 而此时老爷发现了问题出在哪 原来是传送枪被远程入侵 篡改了传送记录 他立马反向追踪了对方的信号 也算两顺藤摸瓜来到了信号所在地 人前的一幕令人震惊 建筑上密密麻麻绑着好多小莫 腰上的小懒子滴滴答答扎个不停 小莫们痛苦哀嚎 老爷表示 想要躲过普通政府追踪 有一个小莫就够了 但是为了躲过老睿委员会的追踪 就需要一个小莫的矩阵 并且让他们极度痛苦 不过这个手段太low了 达到同样效果 我只要五个小莫和一根电缆 小莫越想越生气 我拿你当老爷 你却不拿我当孙贼 搞了半天 我就是你的人肉影声音 就是一套装备马 老爷火上浇油 说小莫就是个完美护甲 他有多聪明 就需要多存的小莫来抵消 别算两吵吵闹闹 成功引起敌人注意 小怪打头阵 暴死随后到 幕后操纵这一些的是 邪恶劳瑞和邪恶小莫 邪恶小莫把小莫 关到了集中营里 邪恶劳瑞 则把老爷带到了实验室 原来他是故意 让老爷追踪到这里 请郡入问之后 为的是下载他的大脑记忆 然后再把他给杀了 邪恶劳瑞给老爷 带上设备 开始浏览他的记忆 此时集中营令的小莫 没闲着 正必高呼 号召大家反抗老瑞的统治 这里的小莫们很快就上头了 众星拱月般用带领袖小莫 本来也没啥事 回就回在反派 非要开门进来看看 结果小莫们一用而出 直接冲向了实验室 围着邪恶老瑞一顿锤 老爷后救后 立马一波操作 放掉了外面绑着的小莫 电话通知 家里的调查小组 过来善后 此时的傻瓜老瑞 正在和莫霸堆积木 接到离开的通知后 两人你浓我浓 搂搂抱抱 恋恋不舍 真相大白 老瑞委员会正式向老爷道歉 作为弥补 决定送给老爷一张礼品讯 可以免费换取一个替代的小莫 以防现在的小莫玩丢了 老爷当然是义正言辞地 拒绝了这么误化小莫的行为 小莫在路上 开始向老爷邀功勤赏 我这个人肉隐身衣 刚刚救了你啊 老爷看情况 不夸夸小莫是不行了 他表示既然我们是互补的 而我是最老瑞的老人 所以你就是最小莫的小莫啊 咱们多特别啊 小莫一听这称好不错 感觉很特别哦 老爷劝他不要太得意 一个自大的小莫很危险 对大家都没好处 具体为什么 等你长大点 我会和你解释 此时调查小组正在清理现场 却意外地发现 所谓的邪恶老瑞 竟然是个机器人 他们找到了信号接收器 那么到底是谁在远程操控他呢 外面的小莫们正在排队登船 人群中的邪恶小莫停下脚步 他摘掉眼罩 一脚踩坏了上面的控制器 原来他才是幕后大boss 这集播出之后 很多人都在猜测 邪恶小莫到底是何方神圣 远程操控一个机器老瑞 干了那么多事情后 成功地混进了瑞成 然后我在之前第三季 第七集的解说了也提到 他的腹黑冷血算计 最终让他当选了瑞成的总统 未来的动向目前是个谜 他的过去也是个谜 这个时候我想通过部分细节 大胆揣测一下 首先莫妈在第二季 明确和鸟人说过 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 可见这个时间线的老爷 在莫妈结婚之前就离开了 那时候的小莫尚未出生 但是在这一集 读取老爷记忆的时候 却出现了他陪伴小莫成长的记忆 所以记忆中的这个小莫 并不是现在主线剧情里的小莫 实际上老爷看到这些记忆 为什么会流泪 如果记忆小莫就是陪在身边的小莫 那老爷绝不会矫情地哭啊 一定是某种原因 导致他不得不抛下 记忆中那个陪伴最久的小莫 所以看到后他才会忍不住流泪 那为什么要离开记忆中的小莫呢 老爷和祖先小莫那句话 可能就是答案 他说自大的小莫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这怎么听都是老爷很痛的一次教训 咱们最特别的老爷 大概率是培养出了一个最特别的小莫 也就是那个记忆中的小莫 但是这个小莫开始变得自大和不受控制 最终搞了一个大事件 导致老爷不得不离开 而这个记忆小莫也在到处寻找自己的老爷 下载不同时间线老瑞的记忆 来确认哪一个才是真的 同时为了不让老爷察觉 他弄了一个机器老瑞作为障眼法 理到这里结论就很清晰了 邪恶小莫就是我们主角老爷 一手带大的那个小莫 老爷也从小莫失控中学到教训 决定来到一个老瑞 消失了很多年的时间线上 重新培养一个小莫 因为这个时间线上的小莫没见过老爷 相对比较纯粹 第一集说过 小莫一血气里只上了七个小时课 其他时间都被老爷抓出去冒险 如果只为了正常生活 哪个老爷会这么折腾孙子啊 所以老爷肯定是在有意思的培养小莫 第六集的时候 他带着小莫离开了玩坏的地球 很多人回忆他 怎么舍得抛弃另外三个家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三个人也不是原配的 本质上和其他时间线上的家人并无区别 但是小莫却要随身带 因为这个小莫是特别培养出来的 是无法替代的小莫 当然以上纯属本人胡咧咧 神君的脑洞其实我等猜得透 我们还是去看看这集的彩蛋吧 傻瓜老睿离开后 莫巴怅然若是丧到不行 窗外的雨将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 就在这时莫巴看到了窗外 妄向之列的傻瓜老睿 情深深雨门门 相望风雨中 乃和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 也只能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对于莫巴和傻瓜老睿的遭遇 正可谓是爱其不幸 怒其不真 不幸是因为他们总是被身边的人嘲讽 如果是在一个寻常群体里 他们也能找到认同和尊严 但他们偏偏活在一群傲娇的天才里 可仔细想象又有些生气 比如傻瓜老睿 你完全没必要去委员会臭热闹 可以选择一种更舒适的生活状态 而莫巴怡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家庭 就不应再寄托与别人能降低对你的要求 而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段位 赢得尊重 傻瓜老睿认可你 不过是因为他的要求低 而你喜欢傻瓜老睿 不过是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 本质是全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这也是弱者获得安全感的常用手段 退缩和防守看似稳土安全 但他却隐藏着最大的危险 那就是敌人不再惧怕你 一旦达成这样的认知 危险反而加倍袭来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